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解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壽詩 願解如來真實矣 願意見到這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看一下八十四頁 講到這裡 前面講到要有正命 正見 正命 這裡講到所說正見者 人生之正觀 我們說過人主要有兩種煩惱 就是會形成錯誤的一個根源 一個就是觀念上的錯誤 一個就是行為上的偏差 觀念上的錯誤一定會導致行為上的偏差 行為上的偏差一定是來自於觀念上的錯誤 我常常講 人會犯錯 會造罪 會受苦 也通常來講這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因為無知而犯罪 一個就是因為無力而犯罪 不知道這樣是錯的 不知道這樣做了會有什麼後果 那麼就做了 這個是一個 一個是知道了 但是沒有辦法 知道這樣做不對 但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還是這樣做的 知道做這樣不好 知道這樣做不好 但是抵抗不了自己的煩惱 還是做了 大概就這兩種 這個在經典裡面形容 就是不知道怎麼錯的 就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會受苦 不知道怎麼錯的 也不知道不去不努力去這樣做 就是你會好 你知道每個人都要追求幸福 你也去獲得幸福了 可是你不知道為什麼會幸福 一般我們講知其來 不知其所以來 那麼佛陀說這個是一眼的人 一個眼睛的人 他只知道去做 但是不知道正確的方法怎麼做 那知道怎麼做 那麼也正確能夠這樣去做 就是他知道這樣去做 他也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知道道理 這個是兩眼的人 那麼不知道怎麼做 也不知道 就是說他也不知道怎麼 比如說他要幸福 他也不知道怎麼去追求幸福 也不知道幸福的原理 那麼這個就是瞎子 真眼的瞎子 知道要去追求幸福 也知道用什麼正確的方法 幸福的原理在哪裡 那麼這種人是明眼的人 兩個眼睛的人 知道要去追求幸福 知道要去追求幸福 但是卻不知道怎麼去追求幸福 那麼這個是一眼的人 所以正見就算我們的眼睛 那我們要知其欄還是要知其所以欄 知道要怎麼做 而且還要清楚明白 這樣做的原因跟道理 因為他可以相惜一指 所以來看這正見 人因為無知而受苦 因為無力而受苦 苦來自於業 因為無知而照焉 因為無力而照焉 那無知是個根本 所以大廁所裡面講 什麼的罪最重 不是五逆十二 邪見 邪見就是不正見 五逆十二 照做了他知道這樣錯了 至少他會唱了 然後他以後會盡量避免做 邪見 不知道這樣是不對的 而且還認為是對的 就一直做 你不知道殺生不對 你一直殺生 越有錢殺越多生 去殺牛殺羊去祭世天神 你以為是對的 結果是錯的 你越有心 越有福報 越有力量造越多的罪 你受苦了 你還不知道這樣不對 你以為你殺的牛不夠 祭的牛太小隻 祭的殺的牛太少 所以你就殺更多 要去什麼 要去祭神 你看 那不是 越做越粗 不做還不那麼粗 可是你不知道 這邪見罪重 所有的罪裡面 就邪見的罪最重 如果從各個罪的本身來講 就五逆罪 就直接授業報來講 如果從殘免的影響 根本影響來講 就邪見 所以佛法八正道 第一個就正見 正確 正確 正確是什麼 正確的人生怪 所以我常常講 歸佛 向佛學習 首先要有正見 不要 就是要過覺悟的生活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不是糊裡糊土的 反反老老的 反反老老的 過生活 這個一定要清楚 學佛最重要的就是這樣 所以上面所說的正見到底是什麼 依人世間的正見來說 就是人生的正確見解 也就是正確的人生觀 一個人擁有良好的人生觀 那麼他就決定了他一生 有比較好的業跟幸福 觀察人生的意義 人生應遵循的正道 從正確觀察而成為 確信不已的定見 便是正見 所以你如果有正見 有因果的正見 你絕對不會 照做武力實惠 為什麼 表面上看起來好 實際上不是好 就好像有正確觀念的人 他再怎麼口渴 都不會去拿海水來喝 為什麼 越喝越渴 不能解渴 反而為什麼 反而會讓你更渴 那麼一樣 你絕對不會因為沒有錢 做煎飯糕去搶來錢 因為搶來的錢 用不了多少 有可能沒有得用 馬上就沒有了 所以他有正見 他連正確了解這因果的關係 就好像水那麼多 但是他並是海水 他並不能止渴 錢那麼多 但是不是你的錢 並不能夠解決你的問題 反而會製造你的問題 一樣的道理 所以 對於修學佛法 正見是太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正見 你沒有正見 你雖然很用功 苦行外道沒有正見 沒有解脫的正見 普羅門沒有生天的正見 他以為 他以為 這樣就可以解脫 拼了命休解 捨棄 捨棄家庭 捨棄孩子 捨棄財產 捨棄享受 用功的休解 結果 無 抗受辛苦 平白的辛苦 也不能得解救 不能得成就 不能得成就 比供著神還勤 火就是他的神 天天供著火 對著火祈禱 也不能得解脫 也不能增加幸福 如果佛陀沒有去教三家社 三家社 現在都不知道在哪裡 那些苦行外道 很多都墮入樹森道 那麼用功還墮入樹森道 你看多可惜 那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的這些外道 都墮入天蠍軌道 那麼用功 還不能做人 還在三二道 你看 這多可惜 那這講哪裡 難道是他們沒有持戒嗎 有他們有持戒 難道是他們沒用功嗎 沒精進嗎 有他們有用 他們有精進 難道他們不離癒嗎 他們離癒 不離癒 剛有的都有 難道他們沒有去除信心嗎 有他們去除信心 信 禁 念 定 都有 有的甚至有神通 專注修行 離無欲 可是最後還是墮三二道 為什麼 沒有正見 如此而已 你看 你看那個苦行外道 都修到有神通 都可以看到這支牛 過去這支咒牛 未來生會升到天上 都有天點通 而且離無欲 他對這些世間的無欲 他不懶著 持戒親近 甚至不殺生 出門都還要戴個口罩 出門都要掃地 怕不小心踏死重癮 持戒遲到這麼親近 每天每天吃一餐 甚至三天才吃一餐 刻不刻苦 刻苦 用不用功 用功 努不努力 努力 最後 還不如世間的人 持戒行善生天 他持牛戒狗戒 他是做牛做狗 血牛水狗 他不做牛做狗 他心有力量 他心有力量 所以這個時候 你看 不冤枉 並不是他不用功 並不是他不努力 而是他沒有正見 這樣反而導致於他 你看 要往上反而往下 就好像沒有正見 花了很多錢 買了一百條牛 要殺生祭神 結果 沒有祭神的善焰 沒有布施的善焰 反而造成殺生的惡意 他不知道 他以為那是我的虔誠心不夠 我奉獻的不夠多 再買一百頭 你看 那 沒什麼用 沒有用啊 沒有用啊 善生同志他的爸爸交代他 你每天早上起來 要對著東方西方 南方北方 三方下方 禮拜祈禱祝願 所有東方的一切眾生 我都讚嘆 恭敬鼎禮 他也都讚嘆恭敬鼎禮 我每天早上練一天 你一身幸福快樂 他的爸爸傳給他 他努力遵行 如果他這一身幸福了 那麼他也傳給他兒子 這個叫做一眼人 他只知道 幸福是這樣來的嗎 幸福不是這樣來的 所以佛陀交給他正確的觀念 正確 幸福不是來自於 你每天早上起來 他是拿著羊柚子 我們拿著香 東方拜一拜 西方拜一拜 媽祖婆拜一拜 土地公拜一拜 這個地基祖拜一拜 然後祈禱 是我一生喜歡幸福 無災無難 然後你就幸福無難 一生幸福無災無難 不是 佛陀跟他講 你的幸福來自於你的業 你要孝順父母 要恭敬師長 要愛護家庭 要友善你的兄弟 要照顧你的同仆 要尊敬沙門波羅門 你必須要這樣做 你才能夠幸福 這個是幸福的來源 這個才是明眼的 兩個眼睛都看得見的人 沒有 你只是 你努力去做 但是做得不對 沒有政見 你實際上是不能得到 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的 很多人都這樣 很多宗教人都這樣 這個人有力量 我去拜他 我去求他 我去信他 然後他就把力量給我 不是 你拜神 拜媽祖 甚至拜觀音 拜地上菩薩 都一樣 佛法重點不是 你來求我 你來拜我 我就給你感應 我就給你加持 不是 我來引導你 我來引導你 它像一個光明 重點你眼睛 要看得見 你眼睛看不見 你是瞎著 你一樣光對你沒有作用 佛法它是引導你 記得這個光引導你 你還要用你自己的眼睛 自己的腳 順著這個光線的地方走 還是要怎樣 所以他這裡講 政見非常的重要 就好像航行的駝一樣 他指引你正確的方向 就好像這個大海裡面的燈塔 佛曾經說得政見的 特別是在家信眾極為難得 為什麼 因為在家信眾 他大部分不管什麼道理 但是也有很多會信 那大部分都 佛法叫他 怎麼樣升天 怎麼樣得幸福就好 就跟他講道理 講這個 講這個怎麼升怎麼幸福 跟他講故事啊 持戒啊 那你就可以升天 你努力做就好了 那如果要再仔細一點 就要了解整個夜報的思想 後面就開始講這些 夜報的理論跟思想 那你了解知其來也知其所以來 讓你知道幸福快樂應該怎麼做 然後也讓你知道為什麼叫你這麼做 所以在家人很多 他說那麼只是希望幸福快樂 可是他對為什麼這樣做 就會幸福快樂 他還不是很清楚 那是佛說的他信 那佛說的正確的 他只要照著做 確實也會 你不用知道太多道理 但是你照醫生的藥 今天吃這個 明天吃這個 病就會好 確實也是知道 你也沒有問太多 知道說這個 你大概知道什麼病 但是為什麼吃這個藥味好 你也沒有問很多 基本上是這樣 一般在家的是這樣 那出家當然就不一樣 他要了解得更多 這種藥就好像你是去治病的 醫生叫你早上吃這個 中午吃這個 晚上吃這個 幾天吃一次 什麼東西 不能配 不能配這個藥吃 什麼時候空腹吃 還是還是吃飯肉吃 要效果比較好 你照著做就好 你也不用躲太多 沒關係 但是這個醫生 如果是真的是良醫 他醫術很好 那麼你照他的做就會好 可是如果你是醫生 你就要了解道理 你不可能說 你不問 你要了解為什麼 這個藥跟這個藥吃 他原理在哪裡 所以佛陀對出家中的律師 講的就道理比較多 你對在家中看情況 那麼有些在家中 他學的比較多 他比較聰明 所以一開始我們先會講 先說師界升天之法 後來就說端正法 出藥法 就更進一步了 那了解整個因緣起法 唯一六元四千級 了解整個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所以他這裡講 在家信眾 如果有政見的就很難得 那如果有人淺淺的信仰三寶 熱善浩斯 明白佛理 看起來是因為典型的良好弟子 那他這裡講是說 他做事一樣做 但是他沒有真正明白英國的道理 所以到了衰老代 就有聽人胡說 所以說為了什麼營養問題 素食其醒 又重開殺見 這個太常見了 尤其是有一些開刀的 然後醫生就跟他講 這個開刀喔 然後身體虛弱 尤其民居都跟他講 我們說到周圍就很多個 說要燉那個鱸魚 海鮮魚 世界人就是這樣 開刀一定要 一定要燉那個鱸魚 鱸魚 那是活的 不可以死的 海鮮魚一定都是活的 煮的 要燉那個 他們吃才會好 很多人就 吃素幾十年 沒辦法啦 就怎麼樣 就開始吃虛了 我之前聽說這個 那個大S也是吃素嘛 然後他吃素了好幾十年 後來覺得我身體太熟 那他的婆婆啦 或是說他的這個 尤其人就勸他 你身體要好起來 你要吃肉 一勸他就吃了 那吃素會沒有營養嗎 不會啊 吃素哪會沒營養 你看那個鱸魚腦上 吃素那麼多年 百多歲的還那麼壯 誰比他健康啊 硬光大師還那麼壯 眼神炯炯有膩 誰比他健康 那吃素不是叫你 叫你隨便亂吃 那吃素也很營養的啊 你看那個像吃草而已 牛吃草而已 誰比他壯 對不對 那這種其實還要看業力 還要看消化能力 那並不是說 吃沒有營養 就開始吃肉就有營養 不是 但是很多人就 生病了之後就會轉 他就容易轉 那當然吃素跟吃肉 這個跟營養沒營養 也不完全有問題 也不是說吃素 吃素跟不吃素 重點在慈悲 重點在長養慈悲 那只是說很多人 很多人就好像以前有一個人 他不知道生了什麼病 他去給醫生看 今天醫生給他開一個藥方 說要一百隻的麻雀的舌頭 才能治得好 他很有錢 他這病例不好 看來看去看到一個老中醫就跟他講 你要用這點藥方才能治好 他想了很久 他是一個活動師 想了很久 因為一下子就一百隻的 一百隻的麻雀 然後他要去煮這個 他已經去買了 可是想了很久 想說為了我一個人犧牲這一百隻 以後就不要 就把麻雀放走 就麻雀放走 沒有多久 人家變好 這種東西其實是很難說的 那電影其實牽著到很複雜的音樂 那比如說最有名的 洪一大師有一個弟子叫徐衛玟 在輔助界非常有名 徐衛玟 他本身也是有名有錢的人 那他性格非常虔誠 那就是他是洪一大師的弟子 可能就是跟著洪一大師學 洪一大師是很嚴謹的 洪一大師以前是一個書統 唱戲 什麼書法 畫畫都很厲害 那他患了一種病 就是我們叫做內智 內智就是他每次上這種都一直拉起來 拿血就流血 流不甜 他一流流了太多血身體就虛弱 每次你不吃東西又不行 吃了東西一定要消化 消化一定要拉 又不能說不吃 吃了不拉也不行 但是拉就會痛苦 他就念字他就一直流血 就流很多血 所以每次 你看每天流都很虛弱 可是一優異不好 他就這個沒辦法 就讀洪一大師也都寫洪一軍 洪一軍是在送的 他就看到我讀洪一軍的時候 看到洪一軍裡面有代眾 菩薩代眾生送 他也不是他也沒有去說要殺生 什麼樣來補生 他就想說他自己也 然後就努力休息 可是他最難的努力休息 還是這樣 可是他也沒有說 怨嘆佛菩薩不保留他 有沒有 因為他了解 所以我們叫做安心受苦 可是他還是也痛苦 所以他看到這個 《華元經帶眾生受苦》的文 裡面有一品 就是菩薩要帶一些眾生受苦 他看到了很感動 想到三二道眾生的苦 那麼苦 我現在這個苦算什麼 可是我一定過去做了什麼 我要受這個苦 那既然我都要受苦 那麼既然我沒有辦法避免 一定要受這種苦 那麼我發願 讓這一些二道眾生應該受的苦 我可以帶他們受苦 當然沒有辦法真的帶他們受苦 但是你真的有這種心 要帶他們受苦的心 他就發願 想到自己每次 每次拉那麼多血都很痛苦 每次要拉都很痛 然後拉了一點多血又很虛弱 又沒辦法咬 幾十年都這樣 你看這是折磨 非常折磨 然後又醫不好 他的師父 異宮大師 這個洪醫大師 他也不是簡單的人物 血果也很癡癡 都有這種病 他就折磨 後來就真的發願 觀想自己 然後帶眾生受很多的苦 這樣想的是沒多久 那種苦非常的劇烈 比他平常還劇烈 痛到受不了 昏過去 昏了沒有多久 起來之後醒來好了 他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好了 但是他這個法真的是發真成性 所有的宗教都有這種例子 但是佛法他基本上從確信因果中來 就是說 所以為什麼政見正常的不會墮三六道 因為他有政見 這怎麼樣他都不會因為他自己 要解決他的痛苦 而去形成造成別人的痛苦 那你就會造三二道的業 造三二道的業 有這個業你就要下三二道 你師父是誰 你師父是佛陀 我先看下三二道 提伯達多師父也是佛陀 他也要下三二道 所以這個是佛法最主要的 你看政見真善者不墮三二道 那一般的人是升到其樂世界不夠三二道 你在這個娑婆世界你就可以不夠三二道 那你為什麼升到其樂世界可以不夠三二道 也是因為你到其樂世界去之後 政見真善 你沒有造三二道的機會 那你現在在娑婆世界你可能動不動 很有可能就會造三二道的業 但是你有政見真善你不會造三二道 就好像一隻蜜蜂 只會他瘋掉 要不然他不會去 他不會去跑去吃大便 他一定是吃蜂蜜 吃花粉 他一定跑去花那邊 他不會跑到一堆大便上面 在那邊讓 把他去吃大便 絕對不會 這個是變成他的習慣性的 只有蒼蠅才會跑去大便那邊 會被大便吸引 蜜蜂只會被花朵 花蜜蜜蜜 絕對不會被大便吸引 一個政見的人就好像一隻蜜蜂一樣 看到大便他是離得遠遠的 他在怎麼餓 他在怎麼餓 餓到頭昏緬花都不會去 都不會去被大便吸引 一樣 一個有政見的人 再怎麼苦 再怎麼需要 都不會因為他的需要 他要離苦 而去造三二道的業 讓別人受苦 絕對不會 所以政見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我們看前面那個例子 螢光大師 這個跟他的弟子講 你不要再做久 你不要做久 我去禮拜 他不要 如果有政見 這個拳載難逢的機會 他錢都賺得夠多了 都已經做到那麼多了 他現在這個難得有機會 逛來螢光大師 他們 你看這多可惜 那我們來底下看 他說 有的遇到疾病殘免 一死不得全力 求神問卜 伏擊 求耶穌什麼都去試試看 有的經濟情形不好 就去求財神 為了想種財 財賤 去仙公廟 求廟 求夢 仙公廟 仙公就是羽動兵 拜羽動兵的叫仙公廟 那麼 那麼這個在早期很多 就大家樂的 那個封大家樂實在是太一步了 十八王公 有的沒有的 連那個龍發堂都有人去求財 這實在是 就這種 那個時候早期 應該是二十幾年前吧 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那個時候台灣在封大家樂實在是 什麼都有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沒有政見 沒有政見 有的人羞恥精進道的晚年 為了愛著那避久的身體 也就是修精念去向外道看起 這個也很多 身體不好了 身體開始不好了 就是修一些有的沒有的 他都不曉得佛陀跟他講 這個身是無常的身 必定化一個身 佛陀自己那麼厲害 他都沒有 他都沒有去把他的身體練好 都沒有 不然佛陀有神通 目前也有神通 他也可以照理講 他可以修護他的身體 他有辦法讓他青春容住 他如果要的話是可以的 佛陀有講過嗎 可以注釋一節 他怎麼不可以 他可以 但是他不做這些事 可是後來的人 很多人修行到最後年紀大了 尤其是以前的皇帝 年紀一大了 年輕的時候什麼都不怕 年紀一大了 就開始什麼 信那些道教的那些不說八道 來練丹 很多練丹死掉的 皇帝很多練丹死掉 漢朝就好幾位皇帝 每一個朝代都有練丹死掉 秦朝 秦朝開始就 第一個 宮內練丹 第二個 派人去求仙丹 漢武帝也一樣 漢武帝派人去盆南仙島 秦始皇 派許虎到日本 一樣同仁同仁去求仙丹 裡面練 宮廷裡面練丹 外面在求仙丹 都是這樣 結果很多皇帝都中毒死掉 很多皇帝都中毒死掉 最有名的 這個 唐武宗 唐武宗 滅佛的唐武宗 姓道教 然後 後來也是死 趙歸真練的丹給他吃 死掉 那個叫做 因為練丹都是用水淋拱 練成金 聽說吃了就會產生不了 其實哪裡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叫做千種毒 或是叫做金屬種毒 很多皇帝都這樣死 很多皇帝都這樣死 北魏太武帝也是一樣 好 那這個 他說 台北 你看老實就舉一個律師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是誰 他說幾年前台北一位佛弟子 聽說有修有學 可能也是蠻有名的一個律師 可是為了長壽與健康 就去接受遺址 猴子的腦下垂腺的手術 我們不知道還有這種手術 就是可能這是腦下垂腺 然後遺址之後 你說比較健康 當然現在沒有聽說過 可能就是以前有流行過 流行過 那 結果獸有名 這種奇奇怪怪 就年紀大法 想要演演藝獸 然後 就有的沒有的 因為這個都沒有證明 你要知道生死是正常 你如果這個身體 你只要有怨你就會再來 你發生什麼那種事情 不然你往生到極樂世界也不好畫面 那你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不用再出生 你是健康的身體 你如果怨你就不用害他 因為依照你的業 下輩子是依照你的業跟你的業等 那這個都是正見不具足 不能修成堅定不移的確信 這才身體與環境不養 就動搖轉向的 學果的漫談聊生死開悟 先修成正見再說 最近一個最能夠代表的 有正見的聖言法師 聖言法師老年的時候 他腎不好 他不知道吃什麼東西 人家就是 後來他老年的時候 你看他臉種種的腎病 他聽他講他左腎已經割掉了 他的右腎也差不多只剩下 只剩下一點點的作用 所以他後來就去洗腎 洗腎就很痛苦 他已經洗了兩年了 後來醫生建立他要怎麼樣 要換腎 他那個時候已經79歲 每天要洗腎三次 很多有錢人也就去換腎 然後一個年輕的腎 醫生也建立腎人馬上去換腎 照理講他要換腎也有了 用力捐 他也不是問題 要跟他動手術的醫生也很多 照理講不是問題 可是他不要 他為什麼不要呢 不是我都79歲 年紀那麼大 就算換一個腎比較好 那其他的腎啊 什麼樣你都老化了啊 沒有用啊 年紀那麼大 一生是病啊 就換個腎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啊 那不到我們把那個腎 留給年輕的人 他會有崭新的生命 厲害 他也不確定生命 也不害怕 也不擔心 即使人家願意給他換 他也可以換 他也不要 佛陀要入獵法也是這樣啊 他有能力讓這個身體 可以注射一劫 至少幾千年 一劫不止幾千年 但是我們說至少幾千年 冰頭有婆羅夠到現在還在啊 兩千多年啦 兩千五百年還在啊 他有能力啊 那他不要 佛陀也不要 他就隨時的事先 該老化就老化 該生病就生病 佛陀吃了那個 吃了那個純頭的供養 開始拉肚子 照理講 他也知道那個有毒啊 他知道了 所以 純頭供養他的時候 他還是吃 但是他不給其他人吃 其他人不能吃啊 吃了受不住啊 所以他吃了之後 他就跟純頭講 我吃了之後 你不要給其他人吃 他人來去地上埋掉 純頭也不曉得吃什麼 那你不跟純頭講 你那個是有毒啊 他也不講 後來純頭很自責啊 很多人都怪純頭啊 都是你害死佛陀 佛陀馬上出來講 因為他本來就要念念把他 跟他講 純頭的這個供養 跟牧羊女的供養 等同 佛陀 佛陀吃了牧羊女的供養 去土地宿舍成佛 吃了純頭的供養 不久 就去搜羅宿舍入內白 但是不是因為他 這只是因緣而已 佛陀也沒有用神力 用神通力 也沒有怎麼樣 讓身體會怎麼樣 他隨時就實現 然後他告訴大家 這身體本來就會壞了 如果佛陀都自己這樣修 讓身體不壞 那你告訴大家要接受 那誰信啊 對不對 那你佛陀自己就想辦法 讓自己自己營壽 讓自己健康 那你告訴佛弟子不要這樣 是告訴佛弟子 這個射身是無常的 是苦的 那還有說服力嗎 沒有說服力 但是他有能力做啊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後來練丹啊 練氣啊 練什麼啊 所以我們講 佛陀門練什麼氣慢明典啊 密宗後來也走這一趟 那這個道家的 練內丹外丹啊 佛法不練這個身體 佛法練這個心 最重要是這樣 但是你重點要保持你的心 當然你也要想好你的身體 可是你不要特意去 特意去要求長生不老 求青春永住啊 沒有用 因為五場的世界 他一定會敗壞 你再怎麼樣厲害 就給你三千年五千年 一樣要怎麼樣 一樣要敗壞 你只是圓場而已 那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但是你的心 你的力量 你的智慧 你的五門法身不會變 所以佛法講 以不堅硬 就是以這個硬脆 容易毀壞的身體 來練就不會毀壞的法身 你色身 容易無償 無償敗壞的色身 來換 來換 這個 這個不義 就是不會毀壞的法身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這裡講 一家聖言法師就了不起 他說 我現在這麼年紀大 我不需要一個健康的神 那該走我就走 他也不去換 他也不怕死 他佛法那麼通了 他還怕死 他有證件 他也不擔心 那這個就是厲害 厲害 所以證件是最重要 心靜或不靜 利他或損他 善行不善行 佛子因地常 那麼佛說的世間政見 到底什麼是政見 經中說有一定的文句 現在略分為四類 就是我們常常講 有四種政見 政見有善有惡 有業有報 我們先看一下 第一個政見有善有惡 這85業的 第二個政見有業有報 第87業的 他分 他把四個分從不同的記 然後第三 第三個政見是 政見有前生有後生 92月 這個是 有前生有後生 那第四個政見有煩有生 在哪裡 在哪裡 你們看 這個 第98業 政見有凡夫有聖人 那麼這個是經典裡面講的 四間政見 四種 我們說過 那現在可以再講一次 沒關係 就是有業有報 有善有惡 有業有報 有凡夫有聖人 那 有前生有來世 有過去有未來 然後這個有凡夫有聖人 我們計是這樣的 第一個就是有善有惡 那我們知道 要分別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這個是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有善有惡 但是不知道 哪一類是善來是惡 很多人不知道 你路線不給拔刀相處 那是善來是惡 你路線不給拔刀相處 那是善來是惡 善中有惡 惡中有善 又變成這樣 那所以很多什麼是善什麼時候 很多人其實不知道 第二個 有業有報 這個講起來很複雜 但是他這簡單講 第三個 有過去有未來 就是有前生有來世 就是夜報 又變夜報有過去的有未來 來世受報 那第四人有防腐有聖人 那他是怎樣 善跟惡 生口義都有善有惡 那是善有善業 惡有惡業 不管你是善還是惡 不管你是信念上的 言語上的 還是行為上的 照善都會留下影響力 潛在的影響力 這個叫做惡 或是說當下的影響力 這個也是惡 但是就是報復一樣 所以善跟惡 都一定有業 那當然我們還有一種 叫做無器 無器就沒有影響 善跟惡 善有善業 惡有惡業 善業有善報 惡業有惡報 惡業成熟 業 善、惡 只要做下了 就一定有業 一定有業 業 業 不一定會受報 有業 不一定會受報 但是業成熟就會受報 就好像有種子不一定會發揚 但是有因緣那就發揚 謝謝啊 所以善跟惡一定有業 善一定有善業 惡一定有惡業 善業有善報 惡業有惡報 但是業不一定受報 要因緣成熟 所以業受報 業受報 這中間是因為成熟 業果成熟他才受報 不成熟就等待成熟受報 如果一直不成熟 他就等待等待 如果你還沒讓他成熟 你就解脫了 那他就永遠不受報 那這個 這個 木派叫做非責念 不是因為你有智慧 讓這個業消除 而是讓這個煩惱消除 而是這個煩惱沒有緣 他不會成熟 業沒有緣 沒有成熟 所以業要受報 報就是苦 就散熱到 或是散散到 苦跟熱 有苦有樂 苦爆熱爆 那這個業 散業惡業 所以我們通常是 如果可以在這裡下手 如果不行 因為以前不知道 還沒血火哪裡知道 所以已經造了很多惡業了 怎麼辦 就在這裡下手 已經血火了就在這裡下手 先分別散熱 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以前不知道吃這個有毒 那已經吃了怎麼辦 以後不要吃了 那現在趕快吃那個解毒的 就這樣啊 你有沒有道理啊 所以 沒有血火之前 我們就造了很多善惡業 因為那時候也不知道 那現在知道了 那以前造作的有影響力啊 都存起來了啊 那怎麼辦 所以讓他不成熟 讓他不成熟 所以四種精進就是 已經造作的惡業 已經造作的惡業 你要讓他什麼 讓他消滅 讓他不成熟 沒有造作的惡業 不要做 那你有正經理 這個是正經經理 那這個果爆 它是相通的喔 善 惡 善有善業 惡有惡業 善業有善爆 惡業有惡爆 爆 爆有過去有未來 有現世爆 有來世爆 不是現世爆是當下就爆 那來世爆是以後才爆 後世爆 很多生以後才爆 那不一定 那有一些現在的 現在的業 有些是過去的 現在受爆 現在的業 現在的果爆 是因為過去的業 或是多生以前的業 不一定 或是過去式而已 那就好像你骨頭痛 很可能是 你現在撞到 往上痛 你也有可能是 你三個月前撞到的 現在發痛 當時不覺得痛 那現在開始痛 有的是三個月前的 有的是昨天撞到的 有的是當下撞到痛的 不一定 所以業 這個爆 有過去的有未來 所以果爆通三思 要不然解釋不來 為什麼那麼多人 做那麼多好事 卻受那麼多苦 那個人做那麼壞的事 結果是享福 那麼長壽 那個人那麼好 結果是多命多病 那不符合業報啊 業報要看三次 你不能只是看這一次 所以有一些老菩薩 像英國大師文章裡面 就有這樣 老菩薩就很明瞞 你說布施持戒 我都做了啊 我也學佛 國一三寶 布施我也布施 持戒我也持戒 八關在戒我也做了 我也常常念佛啊 為什麼我這麼苦 我的兒子又怎麼樣 我的家又破綻 然後這個房子又被燒 那一大堆 為什麼 好事我都做了 可是惡果都我在做 那些人做健放科的 過得又舒服 房子又大健 然後又健康 壞事都在做 可是幸福都在享受 那不符合啊 業果要看三次 要不然你沒有辦法 但業果真的也有三次 所以善有善業 惡有惡業 善業成熟就受熱爆 惡業成熟就受苦爆 這個爆 不一定爆在現在 那麼現在人業是由於過去的 果一過現在的爆 現在你所受 像我們現在這個人 就是一個果爆 那一隻牛 一個果爆 一個狗 他怎麼來的 過去的業來的 過去的業成熟 所以現在受爆 現在的業 如果還沒成熟 就未來受爆 現在的業 現在成熟 現在受爆 現在的業沒成熟 等待成熟 未來受爆 那有一些是現在的業 未來會受爆 等一下會詳細講 就簡單講 那這個是主要事件的 那麼你如果能夠在這個業果上 政見真上 然後不斷的修 那麼斬斷過去三界的業 那麼你就可以成為聖人 斷三界的業果的根源 業果的根源是什麼 煩惱 煩惱的根源是什麼 我見 所以你斷了我見 你就斬斷三界的業報的源頭 你一定可以解脫 頂多七次 鎮得出國頂多七次 因為你把這個業的源頭 斬斷了 你就成為聖人 有聖人 防蜂有聖人 那一般的防蜂 就是水業所爆 水業 你也沒辦法決定自己 聖人可以決定自己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 從防蜂到聖人的階段 所以必須要了解這個東西 好 那這個是四種政見 那一個一個來講 現在一個一個來講 那第一個 先來講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所有宗教講的善就是不一樣 像我們講這個何教主 命拉登 揹著炸彈去炸一教主 這個是善馬上升天 從佛法來講 你憋著炸彈去炸一教主 就不能升天 雖然是會佛教 不能升天 因為這有殺野 那所以這個 佛法是從哪裡來分善惡 我們來看 所以他這裡講 心靜或不靜 利他或損他 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件事情是善還是惡 所以他四種政見第一個是有善有惡 確信我們的起心做事 有善也不善的 也就是道德跟不道德 佛法的政見從確見世間 有道德的定律著手 如堅決的否定道德 那便是學見 我們前面講過六四外道 六四外道有三個到四個都是否定 否定靈活的 沒有道德的 維護論也是沒有道德 像現在中國大陸 開始在什麼樣 尿什麼樣都在破壞 早期經濟不好的時候 開始蓋尿 吸引經濟 現在越來越多人學果 他看不對勁 為什麼 越來越多人學果 大家都相信因果 誰還相信維護主義 共產黨是無神論的 共產黨是無神論的 現在大家都相信佛法 相信有神有因果 誰還加入共產黨 誰還信共產黨 共產黨的思想 根本思想跟佛教思想是相違背 因為他思想就無神論的 沒有夜報沒有因果的 維護主義就是這一生死了就死了 沒有沒有來生 沒有夜報沒有因果的 沒有人 所以你只要努力把這一生做好就好 可是佛教不是這麼講的 有夜報有因果的 所以那些維護主義的他不怕 他妙啊什麼樣啊 他拆啊 他不怕 以前那個他們之前一太化的時候 一台肚子裡有硬拉都拿出來 打都要打出來 你看那個都慘了 因為他們不相信這些嘛 他不相信這些 所以共產黨佛教越來越興奮他也擔心啊 因為他第一個擔心宗教很亂 第二個擔心大家都信佛啦 大家都信宗教都信神啦 無神論那誰信啊 都沒有人信啊 我們剩下的中國道路 這一點也滿麻煩的 好 那什麼是善不善呢 從自己的內心說心靜是善的 心不靜那就是不善 那什麼叫做靜什麼叫做不靜 我們來看 我們的內心經常有一些煩惱動亂的不靜因素 舉例來講 他說 他說假設你不起雜欄的煩惱 而起親近的因素 那麼就是善 那什麼是雜欄呢 什麼是不親近呢 恐懼啊 你看我們跟那個新手 嫉妒啦怨恨啦 恐懼啦 不滿啦 不安啦 憂慮啦 這些種種 心裡面只要有這一些 他就是不散 沒有這一些 他就是散 慈悲啦 忍辱啦 然後色色色心啦 種種這一些 智慧啦 信心啦 這一些 他說簡單講 簡單講 跟貪真吃相反的 無貪無稱無痴 從善賢 而親具抱怨的慘跟愧 慘就是對面自己感到不好意思 愧就是愧對於別人 對外感到不好意思 怕別人知道 怕別人講 自己 別人知道別人講 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 自己慘愧 自己慘 就是慘是至慘無欺嘛 愧是愧對他 這兩種是善心 那 使心安定清靜的信心 那實現子惡行善的清靜 清靜面定未來就是啦 這一些都是清靜的善 反之 如貪真吃 無常無愧 不信犯義等 就是不敬的不善感 那到底我們內心有些什麼不善 有些什麼善 跟每一個講得不太一樣 但是如果我們從這個 聚者論來講 那麼善法只有十種 那不善法就多了 那 一般來講 我們講一下什麼是善 什麼是不善 就是講這個所謂的煩惱 到底有什麼煩惱 那導致這裡是取了幾個 那 到底我們內心都有些什麼煩惱 後來的佛弟子講的就是 每個列的不太一樣 不過我們如果從聚者論來講 他是這樣 就是我們只是講善法跟不善法 到底有哪些不善 他把煩惱分做三個 就是把這些煩惱 因為這裡在講善不善 親近不親近 跟貪真吃相應不相應 他只要分三大 就煩惱不分而已 就是大不善 這是最嚴重的大不善 所有的煩惱都拒了這兩個煩惱 煩惱不是獨立的 很多煩惱一起走 那麼這個叫做無財無虧 你只要有煩惱一定有無財無虧 你只要有慘虧一定什麼 一定不會起煩惱 比如說你說你要去騙別人 你騙別人自己感到內心不好意思 你就撥去騙了 你又怕別人講 怕別人知道 你撥去騙 那你去騙啊 那就是你不怕別人講 不是你那個人慘的 那力量沒有升起來 所以你自己沒有辦法克制自己 就是你沒有力量 就無力 好 那這個是大不善 是無慘無愧 就這兩個 大不善有兩個 那大煩惱 這個是最嚴重的 所以經典裡面講 人跟動物最大的差別在人 聚足慘虧 那你之所以會 你之所以會 你之所以會 諾三二道 最初有無名 最後無慘虧 一開始沒有政見 最後沒有慘虧 那麼你就一直照額言 墮路 他講這樣 他說 最初有無名 最後無慘虧 生長 豬二 就一直照做 生長就是一直照做 就是照做豬二月 那因為照做二月 不斷照做就會成熟 墮重惡去中 墮落 三二道 重惡去 就是三二道 或是四二道 這個就是業 這個就是豹 惡去就是豹 惡道 三二道 這個是本世經裡面的 本世經就是本生經 過去生的 那他又講 你們講這個無常文貴 他又講 如果有人照重罪 那就是有兩種人 第一個照罪 第二個照重罪 能夠懺悔 有殘分性 就有一個懺悔 所以他說 若人照重罪 坐以身至者 你不知道 但是照了 那照了能夠怎麼樣 深深的至者 就慚愧 那麼他罪業就會減低 懺悔更不照 很懺悔 而且不再照 就是有慚愧 我們應該要 只能夠這樣 懺悔更不照 能把根本念 雖然你有照後悔 但是 那麼因為你懺悔的原因 那麼這個罪就會減 只有這樣消除 不然沒辦法消除 這個是佛法裡面 無慘無愧 很重要 那不斷要培養 不斷要培養 這兩個善法 那這個無慘無愧是不善法 慚愧就是善法 好 那接著 是什麼 大煩惱是什麼 無名放益懈怠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都有哪些煩惱 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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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就是不善生 放益 懈怠 因為放益懈怠 所以 才善法沒辦法生長 善法沒辦法生長 二法就起來了 不幸昏塵 吊絕 六個 這個是大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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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昏塵 吊絕 這個是大煩惱 這個是大煩惱 這個是大不善 這個是大煩惱 無名放益懈怠 不幸昏塵 吊絕 然後還有小煩惱 小煩惱 小煩惱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 小煩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有十個 這裡有六個 這個十個 就十八個 那 據守論裡面的 有關我們的煩惱 有十八個 還有其他的不定 就不一定是 好不好不一定 好 憤 這個是分別來的 負 憤負集簽 季度的集 簽 慎 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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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 極 簽 斑 極 一千 那 害恨殘款交 害 傷害別人的行星 害恨 怨恨 慘 狂 欺騙交 你知道嗎 當然到底有哪些煩惱 每個說都不太一樣 大家講的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不過一句子有論整理出來 太多人把它整理少一點比較好 大概就這幾種 這個其實都是不善的心所 我們先下課